群埋着民间叫做疯团块,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,而出现了一种局限性的神容反应,一般情况下在2、24小时内消退,但即使旧的疯团消失,型的也会不断产生,并且伴随着骚扰难耐,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。 如果不进行,往往病成纤炎数日甚至数月,在中医看来,风为百病之常,风的特性就是扇形而数变,所以群麻症的发生往往又与风的关系密切,称下之交也是群麻症的多发季节,中医一辨证群麻症,可以根据群麻症的发病机里配置,迅速缓解皮肤骚痒,驱除人气器官类的各种邪气, 从而缓解群麻症的病情,由于普通民众不太擅长辨别舌苔,迈向,或这里主要以各种不同群麻症的表现症状来区别,且主要将所用方药列举出来,而主要制法和对于方药的解读略过。 一风热发表,主要表现,发病较急且一般为初次发作,皮肤上的疯团呈现鲜红色,有着热感,伴随剧烈扫痒,或许伴随着半发热。 呜含,咽喉咒肿痛或呕吐,严重的时候头面部都可能出现水肿,预热侧皮疹加重,寒冷凉爽的时候可能消退。 十颗防药,金防药,其主要组成是金戒髓,牛方子,单皮,干圣地,黄芹,布荷,金银花,蝉衣,生干草。 防风,浮平,二风寒症,主要表现,皮肤颜色呈现粉白,预风身体感觉寒冷的时候往往会加重,患者不会觉得口渴,适合方药,蛮黄汤加紧,这个方的主要组成为蛮黄,杏仁,干姜皮,浮平,白姜铲,单皮,橙皮,单身,白鲜皮,三内热受风症,主要表现,发病同风日行的一样, 比较急迫,一般是全身起风团,扫痒,同时可能在起诊时出现高热度汗,口渴,胸脉气短,发病前或大病后往往大变肝,赤和方药,防风通神分加紧,主要用药为麻黄,薄荷后下,大黄后下,穿胸,结架,金剑,防风,毛肖后下,赤勺,当归,白竹,枝子,黄石后下, 脸胶,黄芹,生石膏,四皮卫视热症,主要表现,全身起风团,半晚腹疼痛或药齐串痛,此类本性与西医所说的胃肠心血麻疹相似,是喝方药,除湿味灵堂,主要药物为朱灵,浮灵,泽县,白竹,厚浮,金剑,枪活,防风,木香,真皮,干草,酒爱,木通, 五热毒反应症,主要表现,发病突然,全身弥漫成大片鲜红色皮疹,有时身体某些部位可以出现出血性的皮疹,臊痒,体温高,口渴,粘喉红肿疼痛,面红物质,小变黄,大变肝,是喝方药,轻温白毒瘾,主要用药为黄莲,黄芹, 大黄,山枝,生石膏,植木,金银花,莲桥,水牛胶片或羊羊腰粉,生地,搭皮,赤勺,生干草,当然,群麻疹出现的时候,很多地方,特别是中医发展现状不大好的地区的人们都会选择直接去西,中西医疾病各有各的优势,但就即兴群麻疹这个疾病来看,中医往往能够做到恐怖疗伤, 防止复发的效果,故意是备受推崇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